我也沒帶 各位姐 感謝主 在這畢業聚會的那一天 我以前說我是俠女 所以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是俠女 我所放不下的人 全部都坐在席上 然後在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一個是我的弟兄 他不會愛怨你的弟兄 結果我轉一轉裡面他被成全 會愛怨 因為一週都有一次愛怨 然後我女兒 在要畢業 就是要考領好的時候 顏面神經發作 但我那時候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照著我們神主的姊妹們 為我代求 我才能無後故事又來到壯年班 所以這個要歸功於 弟兄姊妹的代求 所以要把它擺現出來 然後我的女兒那時候 在不可能的狀況中 主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他顏面神經是到晚上11點一定要睡覺 但是對聯好的學生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缺給他一個台大 台大在那裡讀書 所以這是神極大的憐 然後我女兒那時候也是要轉學 但是主也調度 讓他經歷 他需要縱線 包括我爸爸那時候車禍 我媽媽心臟病 調度我弟弟回來 所以這次的畢業展的時候 親家人都到了 我告訴他們 都不可以缺席 全部都要請假 因為這都是弟兄姊妹們 找到來的 好喜樂 所以我就覺得那一天 我最感動到丟眼淚 但是不能太感動 因為要唱十歌 然後真的感謝 服侍者 服侍們 各位的服侍 還有身體的帶球 然後使我們能夠在壯年班 有一個很甜美的成果 然後這次在那裡 我爸爸我媽媽 真是真感動 我連弟妹都很感動 都要來參加我們的年中感恩聚會 我覺得他們得救不久了 他還會去團服一邀人來我們 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所以我就覺得說真是很有盼望 然後我也覺得在壯年班的成全在話語上 我每次寫完生意稿的時候 我都仰天長笑 我不想 嗚嗚 可憐 我是給仰天長笑 笑的時候問到 我說啊 身在神的豐富 智慧 和知識 寫完那時候裡面 好感動 因為 真是太感動到一個地步 我就說 誰能知道你的心思 誰能做過你的測試 誰能先給你 然後還讓他償還 萬有都是笨於你 借著你 還要歸於你 我就講完的時候就更喜樂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來做年班的時候 一個月都是配足的話 充滿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我是屬於的過重 我是睡不著覺 人家都是打火睡不著覺 我是HAPPY 到HAPPY 到一個清醒 哇 我們真的很可惡來到你練習 所以真的在每一場聚會裡 我非常的享受 我也是俠語 我是俠語 就是我有俠氣 我陪有煞氣 所以我每次看到淳靈姐 哎呦 不好意思 淳靈姐這樣 母愛的光輝 用她柔殼的眼神 一看 我的殺氣邪氣 然後意氣 就會回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感謝你 我還沒有 陳師傅 我俠女還沒有變成蘇拉蜜 你真的要畢業嗎 啊 畢業蘇拉 請你告訴我 繼續把自己交在訓練的手中 哦 受成全 我最摸著的就是基督的身體 嗯 對不起齁 我把他脫髒 哈哈 哈哈 在當地下 中林這樣子 俠女重現江湖 他以前記得好幾個禮拜 我們都一直在暗中為他祷告 嗯 喜樂看到他這樣又又又 重現江湖了 嗯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是摸著基督身體的實際 嗯 彼此有建造 有擠壓 有帶導 Amen 然後有一同接受神聖戰役的神聖分次 Amen 有彼此的相愛 Amen 有彼此的破碎 Amen 那我覺得我在這邊蒙恩就是 第一個 我為基督身體 需要放下自己合理的權益 對 放下自己的需要 爸爸有時候吃飯 有時候睡眠 有時候是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自己 還有需要的休息 Amen 那我也需要照著基督恩慈的度量 不越過別人 也不埋藏我這一份 Amen 要看自己看的清明濕度 Amen 並且呢 我需要接受別人的幫助 Amen 這是我最大蒙恩的一點 Amen 我需要學會接受別人的幫助 Amen 那我摸著 這八個月將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 每一個臉色 我相信這是我共同的感覺 Amen 每一個臉色 打呼聲 我們 甚至一個 一個補信的責備 組長的要求 或者是 同情室之間的一些不愉快 Amen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破碎 Amen 我們擠壓在一起 我們磨捏在一起 Amen Amen 我們焚燒在一起 Amen 我們愛主在一起 Amen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 新耶路撒人的初心 Amen 我們就是這樣擠壓 這樣磨捏 Amen 我們今天就是欲藏了這個 成為神絕役的保護 Amen 感謝主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逃避 每一位 每一個試驗 我們不要逃避 每一個破碎 被破碎的機會 我們不要逃避 每一個被成全的機會 Amen 這是我很摸著的一點 Amen 第二點就是 我父親的事情 我三月進入壯年班的時候 主給我的護招是 守扶著離上後看的 不能進神的國 Amen 愛父母愛故愛 過於愛我的不配 配不上我 Amen 我進來就 我四月份我父親 就得了癌症 就發現 不是得 就發現他得了癌症 然後他是那個 淋巴 然後長到胃裡面 已經第四期了 第四次化療的時候呢 轉移到肺了 我爸爸進去之後 真是 覺得是行將就路的人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真的是心很痛 但是我有很多的服飾 我一面心痛 他一面又要服飾 我覺得我真的是 經歷到要放下自己的權益 Amen 那個陳套 不是主人要耶穌自己的情感 情感要受耶穌 Amen 但是感謝主 我爸在第九次的化療的時候 就是今年十一月的時候 他身上的癌细胞 全部都沒有了 Amen 因為也經歷基督身體的帶導 Amen 謝謝弟兄姊妹 真的是不認識我父親 還會有父親這樣的帶導 Amen 所以我在這一關口 我又通過了一個試驗 Amen 最後一點就是 我在普遜 那個弟兄姊妹 不是我們的人身上 看到一點 就是我們那個樓下那個牌子 侍奉主的性格 Amen 除了要有愛 要有忍耐之外 我在普遜的弟兄姊妹 陪導的身上 看到他們有一個性格 是我真的是覺得是我的榜樣 對 他們不怕臉色 不怕被罵 都在後面罵 不怕被領撞 不怕被得罪 不怕死 這個是 侍奉主的性格 打不死的腳牆 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 感謝主